我說五六十年了 今天的單價最貴 直呼真的貴得太誇張 不只單價連年飆漲 就連夜菜類也因為 連日日災性好雨 首當其衝 菜籃族挑啊挑 但夜菜類漲最兇 其中菠菜從一台金五十元 漲到八十元 漲幅高達百分之六十 高麗菜更誇張 從原先的一台金三十元 漲到五十五元翻倍漲 更不用說A菜 角白筍 甚至豆子價格也很驚人 飯漲完菜價也有漲啊 荷包就縮嘴了 一定的啊 真的有一點貴 一千塊很快就沒了 對對對 買個三四樣大概就沒了 小小顆買起來都快一百塊 物價攀升 民眾只能含苦 四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百分之三點三八 不只創近十年來 最大漲幅 也是連兩個月突破百分之三 探看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表 也能看出端倪 除了蛋類 蔬菜類 以及肉類漲翻天 夜菜類更一口氣漲超過四成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客人也不敢 太不敢 反正老人家都不敢出來 生意差不多差五成 掉很多 疫情讓攤販生意雪上加霜 從蛋價 菜價 五一不漲 不只業者含苦 凍漲的薪水 小老百姓恐怕也只得勒緊荷包 小林新聞中主委 劉富慈 台北報導 消費者 阿輝 確實你也不敢做的 虛擲